我們來看這個同餘的性詞 第一個性詞就是同餘具有第一性 就是說A與B同乎與C 具有相同與數 A與B某C同餘 而且B與D某C重餘的話 那麼A與D也是某C重餘 底下為了書寫簡便 我某C就把它拿掉 第二個的話 這個同餘具有加法性 這兩個同餘 而且這兩個同餘的話 那你這個加這個 與這個加這個也是同餘 乘語的常數也具有同餘性 這兩個同餘的話 你把兩邊同稱的常數也是同餘的 同餘具有乘法性 這個跟這個同餘 這個跟同餘 這兩個相乘 與這兩個相乘也是同餘 同餘不具存餘 不具出法性 不過如果C的話 跟M是負值的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同餘就具有出法性 就是除以M的時候 當AC與BC除以M具有相同一數 那這個可以把它給消掉 它就滿足消去力 不過要個條件就是說 C要跟M要負值的時候 才具有消去力 所謂的乘法的消去力 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它是具有出法性 我兩邊除以C 這個時候就可以相處 但是如果C跟M不負值的話 它是沒有這個性質的 好我們現在來證明這些性質 第一個這個很簡單 就是說 那我們先講一個性 就是說 如果A跟B同餘的話 那我A-B的話 就能夠被C整除 為什麼 因為餘數就減掉 好我們現在就是說 A如果與B同餘的話 那麼 這是若且為若的關係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A-B 它能夠被C整除 它就能夠被C整除 這個是某C 它的意思就是說 C能夠被A-B整除 好 那我們先證明這個性質 那A與B如果同餘的話 那A可以選多少 寫成CQE 加上R 那B的話 可以寫成CQE 加上R 那B的話 那因為它是同語 所以餘數一樣 那我給它一減 一減以後的話 A-B 就可以抽出C來 CQE 整QE 也就是說 C就是A C就是A-B的因素 C就是A-B的因素 然後這個B與D如果同餘的話 那麼C也是A-B的因素 然後這個B與D如果同餘的話 那麼C也是B-D的因素 好 那我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加起來它會得到什麼 C是什麼 加起來A-D的因素 所以我就知道 多此以後 A與B抹C同餘 這樣就證出來了 好 再來 第一個就是具有加法性 具有加法性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 A跟什麼呢 B同餘嗎 那也就是說 這個什麼呢 這個 C是A-B的什麼呢 因素 然後D與E 這是某C的 同餘的話 那麼C也是什麼呢 A-B 也是這個 D-1的因素 好 那這樣的話 我把它給加起來 加起來或減起來 那C它也是什麼 C它也是什麼 因素呢 這是A-D 加減起來 加減-D 加減-D 我現在先用加的好了 把它加起來 減掉多少 B加1 這兩個把它加起來 變成這樣子 兩個如果減起來 就變成A減-D 減掉多少 B減-1 它把它合併講 A加減-D B加減-1 好 那現在 C它是什麼 它是這兩個數相減的因素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A加減-D 它與什麼呢 B加減-1是同 這樣就證明了第二個式子 第三個式子也是這樣的證 第三個式子的話 就是說 A5B 某C同語的話 它的意思就是說 C 它是A減-B的因素 那我現在把它稱為A 那 則C 我把它稱為D 我把它稱為D D D A減-B 也是 C的倍數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C是D A減-D A減-D 它的意思是說 D A 與D E 某C同語 A減-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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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CQt H B A減-D lu-D A減-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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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Q3加R2 這兩個同理 這兩個同理的余數是一樣的 但是這一組跟這一組的余數並不一樣 1等於CQ4加上R2 因為這兩個同理,所以余數是一樣的 這個乘以這個 就AD等於CQ1加上R1 CQ3加R2 它的余數就是R1乘以R2 這個我可以把它合併起來 變成CQ1Q3加上CQ1Q1R2 再加CQ1R2加CQ3R1 Q3的R1 再加R1乘以R2 然後這個V1 V1等於多少呢 CQ2加R1 乘以CQ4加R2 這余數以為是R1乘以R 因為前面這個都能夠被C乘出 都能夠被C乘出 它就乘開來是 這有C平方 C平方的Q2Q4 再加C抽出來 Q2R2 再加R1Q4 再加R1R2 所以你看這兩個除以C 除以C 除以C的話這個整除了 除以C都是與R1R2 也就是說 這兩個同除以C的話 余數是R1 這兩個同除以C是R2的話 倒兩個把它相乘 乘起來的話 這兩個同除以C 余數是R1乘以R2 所以也是同以 好 再來我們看來第五個 第五個 第五個它就是說 C跟M如果有負值的話 那麼AC如果跟BC同一的話 那具有消去0 C可以消掉 好 我們現在來開始證明 那我的AC 我給它除以M 叫Q1 或者是說 因為這兩個同除以 所以我都知道 AC 減掉BC 它是什麼配數 是M的倍數 好 那這個的話 那我就可以 得到什麼M 它C可以抽出來 A減B 但現在問題是 M跟C是負值的 那既然是負值的話 所以它裡面 沒有任何它的因素 也就是說 它的話 就是這個的因素 因為 它們是負值的 裡面沒有任何一個因素 有在裡面 所以它裡面的所有的子因素 通通在裡面 所以我就知道 M 它是什麼 A減B的因素 那就得到什麼 得到 A B B M 同於 這樣就證出來了 好 這裡有一些 注意事項 第一個 同於不具出法性 除為什麼 除非說 這個C跟M的負值 它才具有出法性 一般而言的話 所謂同於不具出法性的意思 就是說 這個不能約掉 不能約掉 第二個注意事項是說 A除以C如果與R的話 A除以C如果與R的話 那麼A跟R就已經同一 C 因為A除以C如果與R的話 那麼這個R除以C 它3就0 因為這個可以寫的 寫成0 乘以Q 再加R 所以這個東西除以C 它也是比R 所以A跟R也是同一 好 那第三點就是說 若A可被C整除 A可被C整除 所以C是A的因素的話 則A與0 A與0 某C同一 就是說 A與0 某C同一 這意思是什麼意思 就是 A除以C 它與數是0 這個意思 是